恩哥呢 我覺得就是 他私底下話比較多 就 他也可能就是 這是我自己覺得 我個人的感覺就是 他私底下話比較多 也會跟 會跟自己相信的人 說很多心理話 就 他經歷過一些東西 就 弟啊 弟 就 他是叫我弟 然後就會跟我說 很多 很多他經歷過的東西 就比如說我以後要走的路啊什麼 可以避免的東西 就要避免 跟我說很多他的經歷 然後叫我 小心的東西他會跟我分析 那樣 私底下沒有跟辛哥怎麼去嗨 因為我們兩個見面的時間 有時候我們都不在 在同一個城市裡 同一個國家裡 就有些時候見面的時候也會聊音樂 也會一直聊音樂 就很認真 我每次就見 不管是辛哥也好 就很多我的哥哥們見面的時候 都會只是聊一些正經事 就是聊一些 嗯 自己辛苦的事 不是辛苦 就是要面對的事 未來的路怎麼走 就是方向 就是 定位啊 那些東西都會 都會有一個很 很認真的一個 一個對話 對 所以你說私底下我們沒有這個 時間去什麼嗨啊什麼事 除非 除非是辛哥在車裡 不說車裡了 除非辛哥 給我 聽他的辛哥 辛哥給我聽他的辛哥 喔我的天啊 對 辛哥 對 聽辛哥的時候就會 聽辛哥的時候就會 嗯